鲁迅先生葬礼 宋庆龄亲自主持 巴金台关 蒋介石送来六四晚连一带 象征着民族斗士精神的人 在八零年前去世了 留下俯首干为 如此牛耳的担心 留下了朱安 也留下了徐广平 去世之后 齐齐开始忙活他的葬礼 毕竟是一代民族斗士 怎么能少得了来吊殿的人呢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鲁迅先生的影响力居然有那么大 甚至就连上海的电影明星都赶来了 不过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就拟定了名单 其中宋庆龙来主持这次葬礼 他的好友何蔡元培等人 作为智商委员会成员 只不过碍于当时的时事因素 成员毛泽东等人的名字 并未对外公开 葬礼的场面并没有像是鲁迅先生 雷夷竹说的那样低调和简约 十分的盛大 巴基 叶盛陶等文学巨匠 来为这个更加伟大的文人抬官 默默留下来了眼泪 因为他的死讯登上了报纸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更有甚者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 只为教宴 现场的花圈 晚莲更是数不胜数 更让人佩服的是 曾经被鲁迅先生 骂过的蒋介石 都让人送来了晚莲聊表心意 晚莲十分的简单 只有简单的六个字 鲁迅先生千古 虽然说着只有几个字 也足以看得出来 鲁迅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作品的影响深度 能让蒋介石都能做出来如此举动 可谓是真的巨匠的 而且也给我们中华儿女做出来 无比大的榜样和贡献 请不吝点赞 or 订阅 转发 ąd�探索 请不吝点赞 or 转发 执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赞 转发 执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